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西 欢迎来到马西书澳洲 今天这一期视频呢 我们来讲一种在澳洲比较特别的房屋类型 叫做公屋 它的英语名字呢 叫做social housing 或者呢 叫做public housing 那其实呢 也有一个比较难听的叫法 叫做难民楼 那为什么叫它难民楼呢 因为这种楼啊 相对来讲呢 也就是大家所谓的这种连租房 是政府提供给一些弱势群体来居住的 那这个弱势群体呢 其实覆盖的范围比较大 包括像这个低收入人群 或者呢 就完全没有工作的人群 原住民 另外呢 还有其他国家来的难民 还有呢 像这个受到家暴的这个女性啊 这种也是 包括呢 像一部分的老人 还有流浪汉 残疾人等等等等啊 所以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不是大家非常广义上的就是难民啊 它其实覆盖的范围比较大 那一般来讲呢 如果说这个楼呢 这个公屋呢 是设计给老人居住 或者说呢 是受到家暴的这个弱势妇女群体居住 亦或者呢 是给残障人士居住的话呢 其实对于周边的环境啊 或者治安呢 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但是呢 如果是前者啊 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流浪汉啊 难民啊 社会底层人士啊 没有收入的啊 等等 这个呢 就真的不好说了 很多人呢 经过这些公屋的话呢 尤其我前面说的啊 主要是这些人群居住的话呢 周边呢 就会发现几个特点 这个呢 也是辨别这个房子是否是公屋的最好的方法 第一个呢 就是周边的环境不会特别的优美啊 很有可能呢 有很多随处可见的垃圾 停的车呢 也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楼啊 或者说周边的一些建筑呢 也会看到显而易见的涂鸦 另外呢 地上有垃圾不说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有酒瓶 还有有这个针管 这个我就不展开说了 懂的都懂 对吧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 如果说这个楼它是公屋的话 你是看不到它门前有这种for sale啊 就是出售或者for lease 出租的这个牌子的 并且呢 网上也搜索不到相关的租售的信息 因为这个房子是政府来管的 所以呢 它不是一般的住宅楼 它是不可能有租售的这个业务存在的 还有一点呢 就是它的这个外立面啊 相对来讲呢 会比较的朴实无华 不会非常的fancy 不会非常的狐狸花哨 另外呢 它的这个配色呢 多半是以土黄色为主 我后面拍了一个短小的视频 大家其实从非常远的地方 一眼呢 就能认出啊 这个楼是公屋 非常明显的 那拿墨尔本来说呢 普遍呢 它是位于CBD比较近的地方 比如说CBD往北一点的Cowlton 这个Collywood Fusquare等等啊 这些地方是比较常见的 像之前的话呢 墨尔本Cowlton那边呢 有一个住宅项目啊 是本地的一个比较大的开发商 那它这个开发商呢 建的这个公寓楼项目啊 就在两栋公屋中间这一块位置 当时呢 这个楼盘是有很多的中介啊 往国内去推销的 国内呢 一些海外的房东啊 我们华人可能对于当地的情况不知道就买了 我有一个客人呢 他买完以后 过了几个月来找我 之前我不认识他 也是通过看我的视频 然后找到我的 他说这个房子他不想要了 他想要转卖掉 后来呢 拨折了很久 最终也没有顺利的转卖啊 最终就是10%就丢掉了 这个房子他就放弃了 因为呢 他是买给儿子去居住的 了解到公屋的情况以后呢 果断就想转卖掉 结果转卖都没有办法转卖 所以呢 大家买房的话啊 千万要注意周边如果有公屋 或者说这个区的公屋的占比密度很高的话 一定要小心 最好呢 就不要买这些区域避开了 一般来讲啊 如果说房子周边有公屋离的特别近 或者这个所在的区有特别多的公屋的话呢 这个区域的价格或者说这个房子本身的价格起不来 以后卖掉的话呢 无论是增值的角度来讲 还是保值的角度来讲 都会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这个我们要注意避免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怎么去查这个房子周边的公屋在哪里 密度怎么样 其实呢 有很多个相关的专业网站的 我这里呢 就教大家谷歌搜索两个网站 大家就输入关键词啊 看我的这个字幕 输入关键词就可以了 那第一个关键词呢 是Public Housing Heat Map 中文的话呢 就是公屋热度地图这么一个意思 Public Housing Heat Map 只要谷歌去搜 然后点进去 第一个搜出来的结果 点进去就能看到了 然后呢 就根据自己具体的这个地址输入进去查啊 这里我就不打开给大家查了 因为它的这个操作界面比较简单 大家就搜就好了啊 那第二个关键词呢 是Social ID Community Social ID Community 这个呢 也能查到公屋的分布啊 这个是检查周边公屋究竟在哪里 密度怎么样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那其实呢 拿墨尔本来讲 刚才说了 都是距离CBD比较近的地方为主 那澳洲的这个公屋啊 可能跟大家概念上的不一样 它不太会放到很远的一些远郊区啊 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大家去看这些公屋啊 其实会发现 他们呢 基本上都符合所谓的黄金地段的特点 就是周边的生活挺方便的 交通也很好 可能门口就有公交车站 甚至有火车站 另外呢 它周边的这个教育资源也比较丰富 公屋呢 也很方便 一般呢 在澳洲的公屋啊 都是在这些黄金地段 很多人呢 可能觉得说这样不是一种浪费嘛 对吧 这么好的地段 造这个公屋 而且如果造的量大的话 周边都会受影响 但是呢 澳洲这边的这个主流社会的一个认知啊 就是要帮助弱势群体 所以呢 就会这么去设计 就会放在这些地方 这个是一个 大家的一个认知概念上的一个区别吧 另外一方面呢 据我所知啊 去申请入住这个公屋呢 需要政府这边进行大量的审核 确保呢 自己真的是弱势群体 还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进去住的 审核非常的严格 并且要排队的 排队的时间呢 一般来讲高达半年或以上 所以还真不是这么容易想进去的 但是呢 如果说作为自住也好 还是说作为投资也好 我都不建议你买房买在公屋附近 这样呢 相对来讲 毕竟风险太大 好的 那今天关于澳洲的公屋呢 我们就聊这么多 希望呢 又能帮大家闭掉一个坑啊 那今天视频呢 就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最后老样子说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的话 欢迎随时私信和我联系 或者呢 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